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2收藏节目时间 我是吴永妍 近期很多黑暴的大案开審 在審讯过程之中 我们除了看到大佬互睹背脊 互相推卸责任 更加揭发很多百万千万计的钱交易 以及大佬如何抱着捐款走路的证据 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 他们所谓的时代革命 讲到底都是为了钱 所以我们一直很鄙视反对派这班人 他们不单止敢做不敢认 表面还讲到懒伟大懒正义 目的其实都是脱水 他们其实是污辱了革命这两个字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真实的革命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甚至不是一个革命家 他只是一个革命者的遗伤 他的名字叫做朱隐梅 一个革命家属的高尚情操 已经绝对可以令到这一班香港的症棍汗颜 在1949年的7月 一对E3蓝楼的母子 来到湖南省岳阳市 平江苑苑委书记办公室门外面 他们看起来好像一个是长期讨范的乞衣 但很奇怪 他们说要见领导 门外接待的人 以为他们是来求助的穷苦百姓 于是就带他们去见书记 怎料来客一见到书记 就立刻将背上的包袱拿下来 由里面拿出一件破烂的棉衣 撕开一条小口 在里面就拿了几条金刚燦烂的黄金出来 书记很惊讶 这对乞衣的帽子 为何会藏着这么多黄金呢 于是就跟他说 你快点收钱 我们不能够拿百姓的财物 这位妈妈就说 书记 这是陶正坤犀牲时留下的12两黄金 是党的资产 我一直都收钱 一分钱都没移过 今天全部拿回来交给党 另外还有4两黄金 就是我的价装 这10年我四围去逃亡 都没有交过党费 这4两黄金就当是10年的党费 一起交给你 原来这位好像乞衣那样的妇女 正正在10年前 在平江惨案里面 牺牲的烈士 陶正坤的遗伤朱隐梅 而跟在他身后的男孩 就是这位烈士的儿子 陶文涛 平江惨案是什么一回事 而陶正坤又是什么人呢 那就要由日军侵华后的1938年 2月开始说起 由于外敌入侵 国难当前 国民党和共产党 决定暂时放下分歧 共同抗日 于是就组成了 湘岳共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湘岳共红军游击队 就改编成为叫做新四军 他们在湖南平江苑 有一个通讯署 叫做新四军平江通讯署 这个通讯署的工作 主要就是宣传党的抗日方针 发动一些边区的人民 积极参与抗日救国 也都安置一些伤病者 以及抗日军人的家属 还有就是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 也都发动群众参与一些毁奴、炸桥 截断日军、运输线等等的游击工作 本来国共合作得好地地的 但是在1939年1月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蒋介石就对共产党的政策 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由于国民党一些环顾派 就怕共产党的抗日力量 会凝聚成为新的势力 所以就图谋破坏国共合作 于是新四军的平江通讯署 就成为了国民党环顾派要对付的目标 1939年6月12日 驻平江的国民党第27集团军总司令 杨森就收到了蒋介石的物令 要特集新四军平江通讯署 将这里的共产党人铲除 那天一个国民党的侦察员 就走到书记涂正坤的家里 说有抗日的重要事 请他到乡公所商量 当陶正坤走到一间叫做 收基集货店的门前 这个侦察员忽然间咳了两声 然后就迅速逃走了 说时迟那时快 一班埋伏在集货店附近的杀手 就拿出机枪向陶正坤乱枪掃射 陶正坤就即时倒饿在血泊之中 向杀手悲愤地大叫华 不要破坏团结抗战 但杀手好像听不到那样 再补了一轮子弹 直到陶正坤断了气 之后共产党在平江留守的 十几个干部全部都被杀害 有些更加被活卖 杀完领导层又追杀一些党员 很多共产党人因而丧命 结果在平江的红军和红军家属 被杀的人过千人 而其中一个红军 他一家有八个兄弟 竟然被杀了六个 这个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其实早在国民党动手之前 这位书记陶正坤 早已经闻到一些背叛的味道了 因为国民党驻平江总司令杨森 不断在民间炮制谎言 抹黑他们新四军 虽然群众不相信谣言 但此举令到陶正坤提高警觉 陶正坤的妻子朱印梅 虽然年轻 但他亦是党员 所以陶正坤相信妻子的人品和意志 于是陶正坤就将身处的危机 告诉妻子听 并且将组织的经费 一共十二两黄金交给妻子保管 恐防自己如果有不测的话 就希望由妻子代他承计革命的工作 朱印梅知道危险局势之后 也将自己的价装变卖 换成黄金以备不时之需 没想到这把刀来得比预期更快 杨森无视南下日军迫近 竟然使用有杀的手段 将陶正坤当街杀死 大敌当前仍然上演一幕 中国人杀害中国人 除了首要杀害的目标陶正坤 他们对整个地区的所有共产党人和家属 都进行抓捕和屠杀 朱印梅作为党员和陶正坤的妻子 当然是被追杀之列 由于陶正坤是新四军的重要人物 所以他的妻子朱印梅 亦都成为了国民党人重要的追杀对象 朱印梅本来是平江苑的大会人家 于是他就带着当时只有九个月大的儿子 陶明涛逃到梁家那里躲避 但是对方一心就要抓朱印梅 于是一次又一次去到他梁家所在的村落搜捕 为了不想让梁家和当地的乡亲招惹麻烦 所以朱印梅打算收好黄金抱着儿子 决定走入深山 从此母子两个就在山上四处逃亡 国民党知道朱印梅逃去深山之后 并没有放弃追杀 反而就进行了几次疯狂的守山行动 为了躲避追杀 朱印梅带着儿子 躲进了连接湖南湖北的连云山 连云山山沿丸重叠 旗风淋立直辟隆密 隐蔽的小路全部隐藏在崇山晋岭之间 只有当地人才会行动 加上有很多喘急的水流和懸崖峭壁 所以国民党人最终于放弃追捕朱印梅母子 为了安全计 如非必要 朱印梅都留在山里面 带着儿子在深山生活 免得再引来追杀 担心敌人发现他的终跡 朱印梅甚至不敢搭建一些固定的居所 大部分时间他和我儿子 都是躲在用邮报临时搭乘的小帐篷里面睡觉 运气好的话 他们会找到山洞 在里面过几天遮风挡雨的日子 但因为怕留在对方太久 会被人发现 朱印梅永远不敢在这一道地方逗留太久 经常转换居住的位置 过着在深山流浪的日子 无论下雨还是下雪 朱印梅和儿子都躺在山上 除了没有正常的居住环境 也有严重缺乏食物 很多时只能够吃野果野菜 或者挖红薯来填饱肚子 真的太饿的话 他就会走进山里面的小村 帮村民做些苦力的工作 换返米饭面条回山里面给儿子吃 就是这样东朵西藏朱印梅 带着儿子在大山里面 仅仅长达十年那么久 而儿子从九个月大长到现在快十一岁了 其实朱印梅的背包里面 一直收买了丈夫生前托他保管的 十二两黄金 以及自己变卖价装换的四两黄金 在那个年代 这些黄金足够让他们母子 找一个地方买地起屋隐姓埋名地过活 但是朱印梅从来都没有动过这些 将黄金据为己有的念头 他一直在等 等时经来到将黄金圆壁归照 儿子开始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的时候 才刚刚九个月 还没断奶 他在山上长大 没有安全舒适的物质环境 于是朱印梅只能从精神的层面 等到儿子可以健康地成长 在无数个露宿在山林里的日夜 朱印梅抱着儿子一边数星星 一边讲故事给他听 讲他光荣革命之家的故事 讲他爸爸怎样由一个乡间的小裁缝 变成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讲他的妈妈怎样保护游击队应用就义 讲他的姨妈怎样在抗日战场上牺牲 这个在大山上长大的孩子 虽然只得妈妈一个家人 但天天听故事 那些素未谋面的亲人 仿佛就像跟他一起成长一样 朱印梅还教他的儿子 要坚持原则 对党忠诚、公道、正派 做过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 1949年7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6军的先遣部队 未遭到任何抵抗 浩浩荡荡地开入平江的完成 自此平江宣布和平解放 朱印梅在山上的村民口中听到这个消息 万分的激动 马上就带着儿子和自己十多年来珍藏的包裹 走出大山去到平江 一路上满街都是慶祝解放的人潮 朱印梅顺着人潮走到原政府门口 对暂江的卫兵说 我要见领导 当时平江苑园委书记兼园长齐秀良 以为他就是当地群众有什么困难 想找他们帮忙 就立刻走出来问 朱印梅确认他真是领导的身份 就拿出黄金递给他 一看到金条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听完朱印梅的经历 大家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眼前的朱印梅其实40岁都未够 但看起来已经是满面皱纹的老妇人 不过这个时候 朱印梅想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 他笑着说 现在解放了 白费待兴 正是需要用人用钱的时候 希望这些黄金能够为党的经费帮上一把 于是书记就收了黄金 写了一张收据给朱印梅 朱印梅正重地接好收条 背负了十年的任务终于完成 他如释重负 望着天空向丈夫说 我们胜利了 我也都完成任务了 为了不辜负丈夫的丁竹 为了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 这十年之间 这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 他辗转在深山里面 还要带着个孩子 这个女人到底在哪里来的勇气和毅力呢 新中国成立之后 陶正坤被评为烈士 而朱印梅和儿子 也得到了烈士后人的待遇 不过当年媒体不是那么发达 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随着需要的流逝 大家都忘记了他 直到1995年 平江院搞房屋的改革 当时八十多岁的朱印梅 就住在机关的宿舍 靠为宿保座费生活 加上儿子身体不好 生活过得比较困难 拿不到钱出来买房 朱印梅无奈底下 就向院里面求助 经组织调查 发现原来朱印梅当年的事迹 最终省就为朱印梅补贴了 一万四千元 帮他买了这家屋 有人问朱印梅 为什么明明背着金条 但是过着乞业的生活呢 他说 我一直相信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 我一定不能够做对不起党的事 如果用了这些黄金 不单止会沾污了我丈夫的清白 更加会对孩子做了好坏的示范 1998年朱印梅在儿孙的陪伴下 平静地去世 他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100周年 一个叫做 《党史会说话》的系列报道里面 被编成话剧 名为《如今赤城》 因为朱印梅的行为 真正演绎了信仰给黄金 更加重要这种革命情操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有够 下星期我会继续在K2搜寻 跟大家讲新的故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